广东湛江农村人,父母有四个孩子,爸爸和妈妈都是在工地打工 重男轻女,女孩子都是包揽家务士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 从小打工父母就鼓励孩子们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才能摆脱他们那种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工作和生活 孩子四个也很努力,家庭不是很富裕 但是兄妹四个都考上了大学 主人公去了武汉,认识了同在烧烤店里打工的男朋友 大学期间也重点学习了英文和销售 一毕业就和男友外派去了萨摩亚 生活安逸,而且充满了和谐空气 收入相当于20万人民币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世界 农民在家里就只是一个刨地的 出去走走就能改变自己 年龄大了就没机会了 而且如果待在家乡因为资源有限 也就没有了人生逆袭的机会 哇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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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